好,來到下一節,我們就玩上個星期未有時間玩的R-Gun 這款產品比較特別,因為之前幾款R系列都有延期出貨的情況 但來到R-Gun是沒有延期,是預提出的 所以大家收到SR-X後,不久就可以儲齊一套R-Gun 真真正正的天上天下一擊必殺炮 沒錯,R-Gun這個可換性比之前幾款更多 因為我覺得它本體活動比較多 我們收到鞋口,剛才是舉重 因為它本身也是可以去做變形,所以它就是變回支炮 就是重金屬粒子炮 故事我們在這裏就不講了 我們就講一下 大家玩機戰經都玩得滾瓜爛熟了 大家可能再熟過我 在配件上,它除了主體之外 有它的雙輪轉步槍 在這裏 它中間的輪是真的可以移動的 R-1那支有多大分別? 那我又沒有對比 它的粒粒粒很多 它戴整個炮嘴都不同 炮嘴不同 火力比較強 然後還有它本身的T-link雙刀 在出件的時候,它是跟在一支炮身上 在這裡拆出來 反而T-link雙刀就在炮身上 對,雙刀要另外製裝一些接駁件 才可以握在它手上 要換回手型 但是它這個雙刀有一樣東西都很有趣 就是它本身有兩把的時候 其實它是可以拆在一起的 這個在遊戲中,我又好像沒什麼印象 它是類似回力錶 拆一把之後飛出來的 G-link回力錶 對,沒錯 它就可以把兩邊 齊在一起的位置 剛剛那隻Ricky師兄又贊了 好,謝謝Ricky 合成這個模式 它就是一下子飛出去攻擊人 但是由於它本身這兩個件是用來裝著薄上的兩支炮 即是變成強化型的炮 當你變成強化型的時候 你就沒有辦法用這兩個武器了 這兩件應該在這支炮上 然後就拆在背包上面 很漂亮 這個筍也比較緊一點 可能大家裝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OK,這個就是它本身的普通形態 在這個時候 這個左右是不是掉轉了 這個應該是外面的 不是,這個是外面的 因為它裝了那支炮 對,沒錯 我們現在裝了,也看了大概的配件 還有一堆手型 你會看到它這裡有隻比較細小小的手 但是當你想自己去玩其他模式的時候 其實它本身有多幾箱 比較大小小的手 包括握武器的手 或者是一些握槍的手 都是在這裡去做替換的 主體上面 我自己覺得這個成色 就跟之前那幾款一樣 它是一個比較厚身一點 就是很紮實的一個噴色的功夫 也是一些光面 出現剛才 大家都是白色 它就不是塗改液的白色 沒錯 你說剛才那支是這樣的白色 我投訴少一點 對,大家都完全是兩回事 你看到它黃色的部分 或者是它的漆面也不錯 在桿上也沒有看到一些塵點 無粒無線的部分 那支QC也真的不錯 是,也挺帥的 千夕年一向的造工都相當不錯 也不會看到類似剛才那些 在砧頭上出現的分鏡線 對呀,大家明顯看到工價在哪裡了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可動的部分 頭呢 受惠於變形的結構 其實它的枕頭可以做到相當大的幅度 左右擺頭 轉頭的部分也多 甚至乎如果你覺得不夠皮 其實它的頭是 本身的結構上是可以讓你拔出來的 你可以拔高一點點的頸 再遷就多一點可動的部分 翼的部分也是 有它 中間一個單軸 也可以做一些旋轉 可以擺放多一點的角度 這件是 之後會拆出來的 我玩的時候經常會跌 噴射器 因為它長身 它比較長你容易擺到它 而它後面的插位也比較短 但它不是鬆的 只是它的槓桿的問題 它容易擺到它 肩膀的部分 比較特別 這個是有前引肩膀的部分 比你用來擺放一些動作的時候 可以擺放得更加好 抬手、轉手、接手 基本上也做得相當不錯的 就是這些動作 其實說到機眼形態的完成度 R-Gun比其他R-1、R-2、R-3都更好 我覺得它的可動性 比較有人情味 高級模型的感覺 腰部也跟之前一樣 因為它要變形的關係 就沒有那麼多可動 在腰部 但是它比較有趣 R-Gun有圍圈的一整圈的裙甲 它每一個裙甲都是獨立的可動 即是可以打開也可以做轉動 因為它上面是一個 波頭的結構 我沒有想過它在R-1身上會做到這樣 甚至乎它後面的裙甲 都是可動的 其實某程度上它都是受惠於它本身 變形的結構 一些 大腿的水平鑽 台腿的活動 它都是很明顯的金屬關節 是的 大家又高下立變了 關節上面亦都不會出現什麼螺絲 軸 屈腳的部分 腳的可動亦都相當好 所以其實我在玩這款產品的時候 我覺得比起合體 我更加開心是你四隻擺在一起的機械引擎態 因為它擺出來的氣勢也挺磅薄的 這個姿勢厲害 然後一些腳掌的可動 腳掌的可動比起其他幾款都更加好 那麼 我自己玩下去也覺得機械引擎是很棒的 很棒 當然了 大家其實也不是想看這些東西 都要看的 始終都要看的 就是這樣看看 到底它的機械引擎多好 因為以往大家只能夠 那出過呢 Vox有沒有出過R-Gun呢 印象中沒有 那你也沒有比較 但是R-Gun就明顯 比之前的幾款產品來得要好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它換成強化形態 插兩邊的雙刀出來 甚至會把背包插 那你就可以將它打動 插在背包上 然後呢 你可以得出這件 那它本身那支炮 它應該要這樣裝回 那個雙刀上 那炮呢 就要開始變滿一下形狀 比如說拉開這些部分 那其實我呢 一直在玩《千值年》 那一段時間大家都知道 我《千值年》這個粉絲 我是很喜歡他們說明書的清晰度 我作為文盲 看圖 因為它是入文字的 我看圖 我都能夠完全理解到 它那個玩的方法 還有坦白說 一陣子 表演 我叫做變形 先說 本身就著《千值年》的說明書 它step by step 的分析 是很清晰的 還有它有一件事 它有些位置 例如 哪個位置容易爛 等等 它都會看一看 它應該抓到哪裏 它會有告訴你 這是它很細心的部分 而且 你感受到它的用心 我是 超喜歡的 其實我很喜歡看說明書 我很喜歡看說明書 因為一個好的說明書 是很難做得好 而且它也有很多 用了日英對照 突然之間 一些很需要留意的位置 它會寫著 例如說明書 再給予 日文之外 寫英文 例如 它本身 打開之後 它有兩個翼的旗 它說明書裡面 特意標兩個顏色 A B左右 很清晰 讓你看到 哪個是前 哪個是後 除了在正面 它給予多一張側面 告訴你 是誰 打誰 這個位置 我們覺得很細心 我們 在吹水的期間 完成了強化型的模式 把它插上褲子 本身的組織 其實都是POM的了解 看上去其實不是很長 但你插進去 它又很緊 這個真的很厲害 它很短身 但它很實 是 裝了上身後 大概是這樣的 你會看到兩支炮 很勁促 我想起這個 即陀玩將 其實它R-Gun本身的造型 我覺得對於機設來講 其實它還原的部分 都還原得很好的 甚至乎 比起當年的機設 它有部分的尾形了 但是來到R-Gun強化型 就是裝上兩支炮之後 其實 原來我正面是站得那麼難 對不起 對不起 是的 兩支炮的尺寸 其實比起 在設定上 長了很多 始終它在遊戲 各種各樣的設定 其實它的比例上 就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切合到SR-X 所以可能在 裝了上身 或者在一些動畫中 它的比例是會有不一樣的 可能支炮拉長了 在這裏 它就直接把兩支炮放大 對於我來說 我沒有障礙 我覺得是挺有問題的 我是買的 因為我喜歡戴的 大家喜歡戴的 男女也喜歡戴的 沒錯 在這個時候 強化型我們都演示完了 是時候 就來到這個 最複雜的部份 我先放開 暫時用的東西 對 安全 對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 用比較大的空間 去變形 我們需要一些空間 去做變形 這個時候 大家如果有玩開 之前那幾款都知道 我們需要把它分散 幾部份 這個東西就這樣拆出來 挺有型 變成飛機 分散的時候 比想像中還要分散 都挺散 比如說手 全部都是 抽出來不要 其實如果大家有玩開機戰 特別是R根的變形 其實 與其用變形來形容 我覺得用砌圖 是會更加切合到 這次的一個玩法 沒錯 我都覺得它可以 積木的砌圖 我們可以開始變 它變的過程 我自己覺得 都挺順滑的 這些收藏的內件 然後就直接接過來 這件在這裡就要拆出來 其中一個步驟 就叫你打開所有裙甲 其實我覺得 你不打開也可以 打開只是溫馨提示 讓你不要容易刮花 把腰 轉過來 180度 轉過來 在這個時候 其實你轉完 它就叫你 可以蓋上裙甲 這個過程是很短暫的 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剛才說了 我本身 它這麼漂亮的漆面 你如果 甲件的碰撞 而令它整花了 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是 會有 會令大家有兩分為憾 在這個時候 變到這裡 它就叫你 將腳轉過來 轉的時候 它在說明書很細心提到 你是捉著大腿來轉 那麼 容易就力一點 亦不會因為距離遠而令到關節所受損 來到這裡的時候 轉圈 它就要將腳的細件全部 插掉 這個位置 是我自己覺得比較困難 因為它本身 在主體上 它很實 你就記得 可能盡量用一些方法 慢慢搖出來 搖出來 這個是我之前變過之後 我沒有特意裝那麼實 如果你第一次 它就會 比較辛苦一點 那麼 打開了腳之後 剛才在正面拿出來的件 將會插在這裡 那 遇到筍位 再看 它在低就用低 插在這裡 然後就可以合起來 在這個時候 來到下一步 雖然合起來了雙腳 也要拔掉雙腳 腳掌也是不需要的 我告訴你機械人有雙腳 有些變形的部分就是類似這些 它可以把它收起來 收起來 再拍起來 再拍起來 然後上面這些 膝夾的部分也是 它說明書都會有教你 Step 1 Step 2 當然 Step 1 Step 2 就是先進入 裡面 再進外面 但是我這個很難的人就是 一炮 OK 玩具是自由的 我覺得玩具是自由的 來到這裡 它為了穩固結構 其實它會用一些外插件 去幫它 加強更加多 這個部分 它就會有一件外插件 你看到外插件 都噴好金屬色閃亮亮 它這裡有兩條柱 你移回正的位置 這兩條柱是波珠 它就對回兩個洞 插進去 它說明書特意很細心地 插的時候 因為它這兩個波珠 兩支柱可能不是一起直 你又有機會左搖右搖 搖進去 它連拆 它都有教你 拉一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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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想到它那麼細心 其實我看到這本說明書是有一點 啞義的 在這個時候也是再加一件外插件的部分 也是為了 將它一些外觀件 裝上去 它這件 卡進去之後 用少少暴力 撞下去 撞下去 它這裡有兩條柱位 它就卡住 它本身有兩個凹位 剛才拆出來的散件到底有什麼用呢 就是來這裡遮掃 我也是奉勸大家 裝還裝就不要太盡 就裝一下 不斷就算了 不然後面你就 你拆出去的時候 會有點辛苦 不斷就裝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會需要拆出來 對 來到這個部分 之後我們就可以將腳 變形 摺回來 這個真的叫做變形嗎 也是啦 也是啦 不叫變形叫什麼 叫做積木 OK Sorry 咦 我的手太快了 我摺得不好 來到這裏我們就會準備完成這個重金屬粒子炮的單人模式 因為它 它本身做了HTV之後 裝上去變成天上天下一擊必殺炮才會有磁面炮嘴 它本身也可以變成一支重金屬磁面炮的狀態 類似是這樣的 但是暫時還沒有完成 來到這個步驟 這樣就可以把頭 收回在它本身頸的洞裏面 不過這個位置我覺得大家可以選擇 不裝與不裝的頭其實沒什麼所謂 你不裝 因為它這個位置 如果你有時不小心卡住 它有機會頭會飛下來 我覺得如果大家想安全一點 不要裝頭 裝了也無相大 因為其實這個位置不是很顯眼 你有幾支角突出來 好像很帥氣 你也可以這樣說 來到這裡 我們可以把手變成 手的部分也是跟之前那幾款一樣 拔回袖口 推翻 它這個拳頭 主要是為方便變形而剪得那麼洗粒 對 大家不要有遺憾於說它也不是完全變形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裝上去 蓋上這個 就在這裡 之後 把手轉回來 完成 另外一隻手也是一樣 其實那個過程很簡單 再把它轉回來 然後再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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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裡 亦需要一件外插件 你會看到它真的有很多支架的配件 它就會有外插件 這個就是把兩隻手 安上去 你會看到手的肩膀 這裡有個洞 然後插進去 這個 斜斜地進去 然後就在上面的洞 那它為什麼可以斜斜地呢 就是這個剛才我們試過肩膀有前引的功能 這個就是那支柱 可以讓它斜一點 然後再滑進去 它會有卡聲 這支柱是本身可以移動的 就是用來卡這個位置 然後裝上去 那你就會得出這件 它在哪裡呢 就是裝在肚子下面 這裏有一支柱 這裏有一個洞 它這支柱就裝在下面的洞 上面那支 就倒扣進來 一粒一凸 這個部分我勸 不要在一些太空曠的地方做 因為 它的頂部是會卡到頭的 如果你的頭沒有插得很緊的話 有機會你扣下來的時候 頭會飛出來 記得裝實 而裝實了之後 它會繞住頭 現在就安全了 我們現在完成了三分之二 那剩下的部分是甚麼呢 我們就把 剛才的 這些件 拆開 它本身的背包 其實是甚麼來的 我們把兩個翼拆出來 它就是它的板機 叮 板機 這裡有一個洞 是有甚麼用的呢 它就 拆進去 這裡 它有一個卡位 就被你扣住它 有兩個洞 其實就是 把這件 拆回來 它其實是可以把它塞住的 讓它就不會掉出來 這樣 這樣 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會再留了一件事 就是 那把T-LINK的雙刀 這把T-LINK的雙刀 來到這個時刻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單機版的重金屬纖綫瓣 初步變形完成 是的 其實它本身 它很好的 它跟幾款地台 就是 它有一個 支架的版本 就可以讓你單機坐下去 可能放在不同的托斯 它為了怕你會倒閉 其實它前面還有多個位置 托住 加了炮管之後的形態 它甚至乎有一個地台 是長版本的 就是讓SRX拿著它之後 可以拆起它 因為這個部分 都會花時間 我們就 這個說了 是時候 完成了尾 剛才 就安裝到那個部分 剛才就卡了件件 其實 如果要安裝炮 它是一個長版本的 為什麼剛才這位 不要卡那麼實呢 就是因為這件又拆出來 不用怕 幸好我也有新手 還有屋子彈回它 彈回它之後就撿回它 彈回它 這個也是換成這一組 它是比較長身 這些也要拆出來 裝在另一個版本 它本身也用了不少的 支架 令到本體更加 吻合和堅固 是的 其實這樣我又覺得 沒有什麼不好 我的觀又保持到 結實度又保持到 因為我自己對SRX本身 沒有太大情意 沒有說我必須要它 是完全變形的那種心態 所以 我在玩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 挺新奇有趣的 還有它最重要 在我這個玩的過程中 你都不見它不斷跌件 這個很重要 它沒有不斷跌件 其實我不太影響我的心情 這個時候又要揭穿梳了 因為這裡開始比較複雜 它就去到這兩支炮 要安裝在身上 這個側面的組件 其實可以拆出來 我們又是時候把這些部分 轉換一下 不同的形態 打開它 這個 也是 打開來 它就要彎上去上面 這裏 借支炮也有排玩 對 支炮也有排玩 下一步就是把這個炮打開 我們暫時就完成了 這個之後 它還要斜上來 這裏 就會有兩個 斜身 貼回去 它就 配置了半支炮 另外一邊 也是同一個情況 但另一邊 剛才的這件件 是拆出來的 但另一邊 這件本身有一個單軸關節 可以打開 我們就 完成了剛才 做的事情 打開它 收回在斜面 兩個斜面上 這個就把斜面打開 不好意思 這個衰時甚長 不過 我在玩的立場來說 我是玩得很開心的 我們現在 角得了 一邊的件 它兩個之間是怎樣連結的 就是它本身 這裡有個勾 你就把 另一邊的凹洞 兩個在勾的部分 裝上去 就是這樣 裝上去 然後就把它向下推 它就會勾起兩個件 它立即有拍一聲 把它裝上去 在這個時候 就把底板 再插上去 炮身 大致完成 炮嘴的部分 你看到 為什麼這麼大個洞 另外 還有一件遮醜的件 給你 在這裏 它有幾個梳位 被你卡進去 這個真洗心 對 這個是正的 它有點像刀隔 就是那些武士刀 有個 刀鑊 但是卡這件東西的時候 你就要在那些小洞 偷看它 到底有沒有卡到位 裝完之後它就會有個 件 遮醜了在這個部分 好了 終於來到大結合 我們 剛才忙了那麼久 現在終於可以大結合 它這個部分 中間有一個 柱位 而腳掌的上下位 其實也有卡位 就讓你卡住這些部分 就一下子插進去 在這個過程中 你就要 很適當地找到 可以使力的位置 去支點 對 你卡住了頭 對 會這樣的 證明我 鑽得不太好 這個部分 就要重新再張開 這樣就安裝了 算了 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安裝了 現在基本上 就完成了 HTB 天上天下 打擊必殺砲 它的長度 其實它甚至乎 比SRX的本質 更高 因為SRX 大概是35CM 它的砲裝完之後 是足足40CM 你拿上手 就很霸氣了 或者是你自己 你看 我這樣拿著 我這樣拿著 它也夠力 因為它這個卡位 很實正 整體就是這樣 不好意思 大家聽了那麼久 是時候 其實無論是這個 武器形態 和這個機械形態 兩個變形後 都非常漂亮 剛才你是著重玩的過程 是 我自己是著重這個 完成 應該不能說 本身它們變形後的形態 所以其實這件我都有幾高的評價 它的造型很漂亮 是 賞色 仔細度 是很定級的 還有重點 QC好這件事 不是間間廠做的 它真的是QC好 真的QC好 不確定 全部幾合 我都覺得QC不差 還有多了幾十隻 是 你看到我可以只拿著尾 撐著炮 你就知道它多好 對 就是這樣搖也沒事 對啦 我們今天就玩到這裡了 是時候 稍後見 Half one